我们稍微评价来介绍一下这个人 发誓的还蛮有趣的 他其实是个化学家 他后来变成微生物学家或者致命力学家 那你也被说是亿万 那他是个化学家 他是研究结晶的化学家 他是为了使用显微镜来研究结晶的化学家 那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 我们是认为发酵 就是酿酒 他们认为这就是一个纯燃的化学反应 然后酿酒厂 就是个化工厂 然后酒就是人化学工业制造出来 我这样讲你听了觉得就是这样没错 还是你认为不是这样 酒是人做出来的 酒是酵母菌做出来 人只是创造环境让酵母菌去发酵变成酒 他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概念 结果有一个酒厂 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不管怎么酿都酿不出酒 那当然好像是因为他们年度大侵袭的时候把他死得太干净 那可能把酵母菌全部杀死了 或者是变成酵母菌很少 然后可能醋酸菌什么很多 反正他的酒就开始不香 然后开始大酸 然后整个酒的底水很糟 都想怎么办怎么办 那时候不是说酿酒是一个化学工业吗 这样就找到化学家 就刚刚都找到巴斯 然后巴斯德是一个会用小微镜的化学家 他就看着看着 他竟然就看出端倪来了 看出兴趣来了 搞出敏感来了 他就证明了酵母菌才是真正的酒精制造者 人从来没有用化学工业把酒做出来 而只是创造环境让酵母菌去发酵了 那当然之前也有人比巴斯德还要更早讲过这句话 不过有一些学者就比较好过 人家质疑他两句他就算了 你相不相信不管 巴斯德不是 他很是会愿意为自己的真理跟信仰奋战的 就说啊什么 你不相信是不是 你以为我便宜是不是 来来不要走不要走 我们来辩论一下 他就吓到 对对 所以其实巴斯德还蛮有意思的 所以他在不管是发酵那一块 或者是后来他看到了微生物 后来他甚至有做了一些那个简单的疫苗 当然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有点恐怖 不过那时候也是 简单的疫苗的一些实验 就给医学上的一些实验 那再回到这一边 结果很好玩的是 他可能刚好因为我刚刚讲的原因 这个英座阳叉的开始 走上了这个微生物学家进展路 然后他就想说 哎你微生物啊 那我也来做个实验好了 这个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儿景笔的实验 那他就请人烧式玻璃 那烧了这个圆的烧瓶出来之后 把上面的玻璃应该马上要把它切掉 他就没有 他再把它拉起 然后拉成这个额景状 就是这个弯曲的模样 然后呢里面就放了这个 你可以看一下里面就放了一些肉汤 反正就放了一些营养的这个物质 然后呢就把它煮沸 然后煮沸之后呢 它弯这样 那当然有一些蒸汁可能会凝结在管子里面 那但是不管怎么样 反正呢就不像瓶子把它塞住 那他们认为喔 这个瓶子没有受到什么样的这个阻碍喔 但是结果 真的欸 听说啊 我话真的来讲的 你说在他的这个 巴斯德的博物馆里面 这个已经很难够 然后 好像里面 现在还是处于无菌的状态 这是一个很怪的事情 我问你喔 如果真的没有菌 难道食物就不会化吗 你讲 你讲 或许不会化 不会也很难讲 油 油放久了 它自然慢慢的养花 就会黏 就会丑 就会臭 那就跟微生物没有关系 对 的话大部分 环境当中 食物的腐败都是微生物自身的关系 好 那我们现在不管之后 所以其实呢 到最后终于就乘埃落定了 就认为 对生命必定来自生命 生命不可能无众生有 好吧 那你想想看喔 既然生命必定来自生命 生命来自减一个生命 K来自于K减一 那请问 第一个K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 如果K来自于K减一的话 生命必定来自前一个生命 这个生命再来自前一个生命 这个生命再来自前一个生命 那第一个生命是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讲到这边它就很复杂啦 所以其实喔 你到最后不得不相信 好吧 第一个生命真的是无中生有 第一个生命真的是无中生有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那个 让生命再无中生有的时空飞机 所以现在的生命无法再无中生 为什么 因为环境当中微生物很多 而且现在出现了很多 那种东西叫做氧气 一开始生命的起源的时候 地球的游游游逐游是没有氧的 没有流离的氧气 当然有氧原子 可是没有流离的双原子分子的氧气 那么大量 在大气当中占了一块五分之一 对不对 五分之一左右 那你说生命是自然大胜的 真还假的啊 所以呢 开始就有人想说 应该不会是这样吧 生命的起源 当然是上帝创的啊 所以我跟大家说嘛 这是言不不念的真理 你很难证明它是对的 你更难甚至没有胆子证明它是错的 对不对 所以生命是上帝创的这样 那有人就会认为说 生命在替我讲起源 到底在哪里 那有人认为是海水 那时候滚烫的海水 再加上不断的闪电湖外线 所以呢 最有的这个太古文化 就是一个以前有人用过的 不好笑的字 生命就这样子 那有人认为 不解释的是这样 可能是来自于深海热泉 就是在深海里面 然后呢 这个有很多的披菌作用 然后会冒出一些深海的火山啊 有一些白的烟啊 黑的烟啊 客床不懂 我讲的烟 当然都是在海底里面的嘛 甚至有人就会把它叫黑烟充啊 可能我们地友上有一些无机物 那这些荒物呢 它变成是一个平台 它会吸引很多的分子在这一边 慢慢的聚合 并且有人有机物的出现跟组装 那另外的话 更酷的 一开始大家都觉得是无机之谈 可是现在慢慢的有一些证据出来 就是生命真的来自外太空 那生命来自外太空 你不要把它想的太浪漫 并不是外星人 然后飞铁 然后门打开 就把生物穿下来 这以后就是你的家 然后他就飞走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而是说可能是不知道多遥远的地方 或多近的地方的心理爆炸 然后呢 它的陨石在太空当中 不要靠近地球的时候 受重力的影响 就往这边回来 然后慢慢的摩擦大气层的时候燃烧 这个时候就有大量的能量在它当中 那如果它小小颗 就烧成灰烬就没了 对不对 它如果有点大 它的核心的地方 可能没有表面的极限度 极百度那么高温 可是呢 还是一个不低的温度 这个温度 那你可以想 就是日地球很基本的概念 它就会促进很多的财命大成 有可能有几乎就是 主人生命的元件 就是这样子来的 有没有可能 这个陨石 曾经构成这个陨石的心理 上面就有生物 然后呢 再来地球的过程当中 什么都烧光的 只剩下这些温度的元件 还是说它是掉下来的过程当中 高热才导致一些化学感力的形成 或者是说地球 连大气层当中 都有飘了一些过程生命的布置 它只是刚好带下来 顺便把它带下来 所以有很多的说法 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 生命还是起源的 那大家目前还是认为 应该还是滚荡的来说 然后呢 闪电 外线提供了很多巨大的能量 那不是说突然一个生命风 就跑出来 像说物空这样 没有 没有这样子 它其实一开始就是一大堆的化学物质 然后呢 在容易当中 然后不断的外界能量输入 所以彼此不断的进行反应 彼此不断的 我是 你是我的反应物 我是你的生成物 但我又是别人的反应物 然后不断的化学反应在一面竞争 然后你就可以想象 它就是一个耗能小反应快的反应 就会被塞属下 对 生命的一开始全然是化学 当然 现在我们的体内也全然是化学 不过 我们就会把那一段 几十亿年前生命的起源 我们就把它叫做有机演化 有机物的演化 或者它就是化学演化 生命的开始就是化学 但现在生命的维持也是化学 然后没想到生命真的有可能无中生有 有机物真的有可能无中生有 那接下来的话我刚刚就讲了 所以你就去想象那个概念 它就是耗能小反应快 接下来 如果我的这个反应很厉害 能够不断的一直进行 是不是有那一种 我的反应一直在重复 然后呢我的强物一直堆积 是不是有那一种初步的复制的概念 然后接下来 如果我又能够有一个壳 然后来去壳内外 那就表示我 不会再被别人当作反应物给反应表 而我的生成物就可以一直存在 所以耗能小反应快 产出的物质稳定 自我固质 屈额内外 那么细胞的雏形不就出现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 会发现 从这样子来看 你会发现 在这个时空背景之下 生命的出现不是个偶然 而是个必然 你只要有这个现象 生命就是会出现 所以我发现 NASA其实在这个 突然现在最厉害的是火星 不是一直都找有没有水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 你从地球的角度来看 你不管是有可能有机物 也就算是无机物 你只要在水的这种流体 让各个物质 能够充分的混合 同时有能量输的过程当中 生命的出现 死度是一个问题的 这个时候我们把生命理解成什么 就理解成是一群耗能少 反应快稳定 不理自我固执 区域内外的一大团化学物质 是什么成的 对 你这样说穿了 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奥妙 也不需要到神人状态 它自然就是为了 一开始生命的出现 已经不容易了 科学家就很好奇啊 那这一种 盒里面还有一个 就是圈中还有圈 有细胞膜 里面竟然还有盒膜 然后把遗状物质拌在里面 这种细胞是怎么出来的 然后接下来的话 它里面又有很多的磨状包器 因为从圆核到正核 不是只有细胞合命 圆核不是除了细胞膜以外 没有其他磨状构造吗 正核不是一大堆磨状构造吗 那更别说 还有那个双层磨的构造 所以呢 科学家一开始就有两个 还不知道要确实 有两个讲说 第一个就是磨折叠 就是它的磨往内凹陷 然后呢 不知道为什么就收口 就变成磨在细胞叠 那但是呢 特别要用来解释 叶绿体跟立腺底这种双层磨状 特别是半字细胞器 那最好的方法 也就是内共生产作 话说 它们曾经都是自由自在生活的细菌 不知道为什么 搞到大溪到里面了 那当然你说真的吗 你有没有证据啊 有很多证据喔 因为我们发现 立腺底跟叶绿体 程度而言 它们还蛮像细菌的 它们还蛮像细菌 因为 发现它们体内的一些 核糖率里面 特殊的分析结果 我发现它们跟细菌是比较类似的 而且大家还记不记得 叶绿体跟立腺底 它们是半字组胞器 它们有自己的DMA 可以合成部分自身所需的蛋白菌 对不对 所以呢 那接下来的话呢 没想到有个东西跑进来 什么东西跑进来 也就是原本型有氧呼吸的细菌 那你也可以想象 是它要跑进来 还是我们老祖宗把它吞进来 我不知道是我们吞它 还是它想进来 结果呢 如果是我们吞它 我们也没顺利把它消耗掉 如果是它想进来 它也没有顺利 就没想到就像它呼吸 它就被招想它看 它就变成微笑一批大将 专门帮我们呼吸作用 后来的话呢 这个时间继续往前规 没想到有一群细胞 就慢慢的变下来 就变成了真菌 变成了我们的动物 那另外一群的话呢 它又吞了别的 或者它又被别的细菌跑进来 这次跑进来的是什么 是行光合作用细菌 对不对 就跑进去了 所以呢 也变成现在就有了枣类 后来出现了奇物 那当然 那个远古的那一个 西方类型 它可能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形态 所以它经过几亿年到现在 还是缘和西方的情况 对不对 所以我刚刚以前有没有跟大家说过 西菌它可能几亿年结果就正于完 不像我们一路上跌跌壮壮 地路蓝绿 对不对 然后才变成我们这种 还蛮特殊的 特殊的样子 是吧 好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归纳 总统的来说就是由简单而复杂 精细的来说就是由 这个 一营而自营 有艳养 有艳养 而浩养 有缘和而增和 有单细胞而多细胞 对不对 好就这样子 那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中间就有一个特殊的形态 叫做单细胞生物型群体生活 然后接下来就是多细胞生物彼此之间的互助合作没有很应解 然后接下来就是互相依准 一把他打赞他都会死掉 那我们有没有跟大家讲 我们以前讲过吗 因为现在课程改了以后 我们没什么机会好好的讲戏剧跟病毒 我们有没有说过 缘和生物都是单细胞的 那但是我们有时候发现 他会单细胞生物型群体生活 例如说 蓝绿菌那不是会分裂了之后还黏在一起 感觉像像一串念珠一样 叫念珠找人跟你讲 而且他会有一颗比较大 真的很像念珠 念珠不是有一颗比较大吗 对 那一个是异形细胞 所以他的形态跟别人不一样 他会帮他护带以后 没有人记得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另外的话 球菌 他有时候分裂了分裂了 喜欢两颗两颗黏在一起 叫双绳菌 喜欢一整串在一起叫念球菌 喜欢一大坨在一起叫不到球菌 你如果真的把他打散 他还是活了下去 所以我们才会说 他都是单细胞 只是他很好玩 他会感觉像好像停在 那个从单细胞 要过渡成多细胞的那个形态 所以他就是单细胞生物型菌的形态 那但是我们这一群 整合细胞呢 我们这群整合细胞 只有少数 还是维持单细胞的形态 例如说有一些单细胞的草莓 例如说小菌 但是有很多 都变成多细胞的形态 特别是我们动物 对不对 动物跟正菌 植物 特别是动物跟植物 都是多细胞的植物 对不对 好 那就这样子 都可以用细胞的似色